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113集 顾泽抱着顾水从卫生间里出来 看到陆悠悠的打扮愣了一下 你这是什么风格 睡衣风格 你睡衣就这种款式 对啊 有问题吗 顾泽重新将她打量了一下 你确定你穿这样 站在陆悠面前 她能有兴趣 别跟我提她 陆悠悠嘴角抽了抽 不提起这个人陆悠悠不来火 今天联系了她一天了 居然连个影子也没有 过分 顾泽笑 感慨地摇了摇头 真同情陆而言 居然看上这么个不懂风情的女人 只怕是想做点什么的话 这套睡衣都得费点功夫脱下来 顾水躺回床上 就开始感人了 顾泽 你赶紧回去吧 时间不早了 顾泽台湾看了眼手表 一本震惊地说道 是不早了 都八点多了 这时陆悠悠走过来问道 顾泽 今晚这里几个值班护士啊 两个 就两个啊 那 那有值班保安吗 有 楼下 陆悠悠给她翻了个白眼 那你这边的安全系统 好不好 怎么 怕了 顾泽挑眉 笑得有点幸灾乐祸 陆悠悠硬着头皮 当然不是了 这么好的地方 有什么好怕的 不过呢 听说顾水她老公今天找过来了 我是担心这个人 会不会半夜来抢人 要是来抢人的话 我可能拼命打不过他们 顾泽呵呵呵地干笑了几声 然后陡然又变了脸 那你兴致勃勃地跑过来做什么 就来告诉我这些的 这些我是路上才想到的 陆悠悠善善一笑 主要是 他发现晚上的医院 真的和白天不一样 冷淒淒的 有点不那么舒服 顾泽才不相信 他是真的担心 康家半夜过来抢人 肯定是怕了 不敢想象 把他们两个胆小鬼放在这里 这一夜是什么个情况 可能会有人彻夜难眠吧 顾泽离开之后 顾水和陆悠悠 一个睡床上 一个睡沙发床 陆悠悠第一次当陪护 也是第一次睡沙发床 还有点不习惯 顾水见他一直翻来覆去 估计是睡不习惯 悠悠 你还好吧 嗯 好啊 很好 除了床不是很舒服之外 其他都挺好的 清晚委屈你了 让你睡沙发 你要是跟我说这种话 就太不把我当朋友了 反正我一个人在家 也无聊嘛 就当是给自己找个伴咯 陆悠悠 他说的也是实话 不然 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总是忍不住去骚扰那个男人 关键是 人家还不搭理自己 对了 你跟什么时候回来 他呀 哼 有本事就别回来了 顾水一听他这语气 就知道肯定是闹别扭了 怎么了 你们又吵架了 没事 他天生就爱生气 就让他气两天吧 陆悠悠打算 把某人晾个两天 看他能忍多久 其实啊 男人真的一点都不会善于动情绪 除非是遇到自己在乎的人和事 你呀 就别跟他讲了 女孩子低个头又不丢脸 毕竟男人要面子嘛 要我觉得 男人肯为你放下面子 那才叫真爱 好吧 顾水讲不过他 陆悠悠翻了个身 趴在沙发边问他 哎 对了 你的事 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到底是起诉离婚呢 还是继续软磨硬泡啊 等我好一点了 如果他还是不同意协议离婚的话 我就去法院起诉 对 你早就该这么做了 白白拖了那么久 现在不是迟早的事 我担心康宁会拿我跟顾泽的事 纠缠不放 到时候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端来 顾水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感觉这件事没那么容易处理 大不了就直接承认呗 反正你手里有他乱来的证据 我是担心影响到顾泽的声誉 你知道的 他们这种人注重的就是一个名誉 要是弄出什么插足啊 或者小三的污名 男亲就算了 关键是 对外界影响多大呀 一个医学界堂堂的天才 居然插足别人的婚姻 外界多少要对他这个人的人品产生质疑 这是顾水最不想看到的 陆悠悠点点头 嗯 这倒是事实 不过 你也不用担心那么多 大不了 死不承认好了 再说了 你这段婚姻 本来就是康宁出轨在先 你总不可能把自己大好的青春 浪费在一个不可能的人身上吧 话最如此 就是不知道 别人会怎么议论了 哎呀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别人怎么说 那是别人的事 你只要做得问心无愧就好了 我相信顾泽 也不会在意什么名誉不名誉的 他凭的是自己本事吃饭 又不是靠什么名誉吃饭 顾水没说话 不过觉得陆悠悠的话 也是有道理的 你呀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是早点把身体养好 再争取把这件事给解决了 早点恢复单身 这就皆大欢喜了 顾水现在最大的心愿 大概也就是这件事了 我也希望是这样 好了 早点睡吧 早睡早起 才能早点康复 你也早点睡 嗯 晚安 晚安 第二天 迎接他们的是一条爆炸性新闻 某某医院实习护士 为转正勾引自己上司 被副院长前规则后 成功转正 两人并一直保持不正常关系 且被丈夫当场捉奸 然后下面是配上了一组照片 照片 照片正是昨晚小梅偷拍到的那些亲密照片 不过照片中的人物的脸部都被处理过 有些模糊 但认识他们的人相信一眼便能认出来 紧接着 相关的话题 滔滔不绝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